跟我們講一下 剛才居民的訴訟 今天的主張 今天的主張其實就是 其實11月9號徵收公告之後 所有的鄉親父老 土地所有權狀都叫出去了 結果權狀叫出去之後 大家心裡的一個疑問都是 我未來要去住哪裡 因為市政府其實都還沒有規劃好 就是未來配的地也不知道 然後給我們地上的補償的價錢 其實也都不夠 那我們其實每一個敬敬業業的上班族 最後都變成是一個弱勢的負債者 應該說我們都有共同的民主信任 但是我們不應該受到這樣子的對待 那麼之前的20個人的苦心 沒有獲得正面的回應 所以我們今天就帶著上千人 來告訴市政府 我們不是玩假的 我們沒有在兒戲 所以我們要的訴求 我們要的主張 其實在網路上都寫得很清楚 你不可以修二補償條例 你不可以把一個法修得對人民越來越不好 讓大家負債重建家園 你甚至新北市人家有比較好的制度 人家是國民黨的共有余市長 為什麼人家都可以在補償的過程中 讓人民依法來補償 讓人民一點損失都沒有 為什麼我們配合你機場的建設 已經被土地徵收很多遍了 現在還將近四萬個人 一萬多戶的鄉親 必須要流離失所 或者是我們好好的上班族 我們必須還要再重備一次房貸 我們真的不應該受到這樣的對待 蔡總統 人權兩公約應該不是講假的 應該不是玩假的 居住正義應該也不是講假的 那就請您拿出相對的實力來 告訴鄭市長 告訴鄭市長 不要因為藍綠通知 不要因為藍綠通知 就讓了一些衝罵 您讓了多少的行政的籌碼 就是損失了我們人民多少的權益 還給我們 我們應該有的居住權